我們說陰陽不焦啊 至於神經失調的時候也會產生的情況 背部過度興奮 那前面這地方就是 處於一個比較 應該算是比較正常的狀態 那背部是比較不正常 所以 當然這可能是他在康復的一個反應 因為康復的時候他會從交感神經去 活絡開始 這個應該是一個康復的一個 所謂的平衡的一個展現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是這個交感神經興奮 至少就是說他好像有點意願 其實他是屬於不平衡狀態 但是他至少他是有一個意願 我們看到一個人 他出現的是一種類似像 有一種接近痴呆的一個狀態來講 應該要看到不平衡的 可是很多時候 出現痴呆的 可是我們看到他的身體是非常平衡的 那表示這種痴呆是沒有辦法抑制的 那現在他痴呆 可是他可以從神經系統看到不平衡 這個至少他的身體有在反應 可能是在刺激讓他活躍 活躍過來 這是我的判斷 總是說 症狀 你知道嗎 疾病要跟症狀要能夠相應 如果疾病跟症狀不相應 那種疾病都很危險 比方說他嚴重的發炎 可是在心跳就只有六十幾下七十下 那這種發炎 表示身體是放棄狀態 那如果是說發炎 那心跳有飆到一百多 雖然感覺上是很危險 但事實上他身體有在處理 那現在這個狀態來講 這表示身體他有在反應 有在處理 這是唯一有反應的地方 這是唯一有反應的地方 有看到他不平衡的地方 那其他地方我們看到 哇都很平衡 那其實那種平衡反而是不正常 所以唯一有反應的地方在背部 這是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的部分 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的部分 對 是不平衡的 其他的地方都平衡了 但其他的地方的平衡 我就說他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 是 時期的一個狀況 是 不過他的身體 也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平衡狀態 所以沒有發生所謂的急性的這種震候出來 是 就是危急生命的震候 是 是 只是他呈現出一個退化 退化 那現在這個有點在激活的這種感覺 有點在激活 請問一下他的骨骼怎麼樣 骨骼疏鬆的問題 在這裡沒有偵測到 哦 髖關節那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這裡都沒有偵測到 都沒有 都沒有 我說這個是藉由說身體回饋的訊息 他偵測那個訊息的 所以他的檢測 檢測的這個儀器 他裝在接近腦部的位置 他其實是偵測身體回應出來的訊息波 接收那個訊息波來做判斷的 好的 那這樣就檢測完了嗎 是的 好的 謝謝老師 謝謝 我照一下媽媽現在的張開 呀 媽媽在那邊看著我們呢 很快樂了 好